汉流 是明清交替时以张州人张无耍为首的抗清秘密结社 满清入关后 汉流自私随南明政权南征北战 部分成员追随郑成功进入台湾 传说汉流自私最初在云林沼之港发展 并与该港附近的三仙艇有关 所以这次特别根据线索去找寻传说中的汉流主地 这次特别根据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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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外面这个是新的 那古迹是里面那间 古迹是里面那间 古色古香 对啊对啊对啊 它中间那个是古色古香 旁边是下盖的 大河街三仙艇 传说是由汉流的张忠义兄弟 从沼之港带香火而建的 该庙主要信仰广东在地神明三三国王 是云林大皮仁的信仰中心 天地威就是那个 正珠郎 他们进城那里由北江客来 北江客就是有那个 詩琪嘛 张忠义他们在这里 张忠义就是去我们这家附近 在开睡 在这里 他们就是来在这里 在这家附近的 万事到这家附近的来园 就是由江州府 叫我们义都来 在我们大河 大河 大河原本叫大河 大河在大河这个地方 有一个赵地港 赵地港的出口就是 本港客 这种东西 在南京城建牌 万里总军建牌后 有一部分的兄弟 就去到台湾 由本港客一直去 移民到我们大河的赵地 大河又去到三百戶 在山仙亭旁的北纪 也记载着 汉流天地会起源的传说 其中也包含 张忠张义两兄弟 把香火带来大皮这里的过程 在历史学界里面 有关汉流的起源众说纷纭 从中国福建漳州到藻枝港 再到大河街 的汉流传播过程 只不过是 朱说纷纷 不论真实的历史过程为何 这都是重要的精神文化 我们领应传承于保存